母亲的伟大 在她心甘情愿的充当无名英雄 这一点我是希望各位好好去体会 她被利利出卖利器 她非常用心思 但是她不求大家把她捧得多高 给她多大的地位 她没有 这个是非常懂得实际的人 结婚生活看起来是很幸福的 但是实际上是充满了痛苦跟不安 你看电影你不要相信 看电影都是什么 都是白马王子 然后碰到青春玉女 两个人一见钟情 然后就结婚 从此过很愉快的生活 没有那回事 完全骗人的 哪一天叙集一出来 打得一塌糊涂 这里面看叙集你总认为是真的 你看我们的牙齿跟舌头都会咬到 你这夫妻不会吵架 我都不相信这种事情 他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 每个人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 你怎么可能 一句话简单明了 除非彼此莫不关心 除非只有形式的婚姻 完全没有爱情 你才会客客气气 哈喽你好 那算什么夫妻吗 这样是对的 夫妻是什么一个状况 大家想一想 你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血缘的关系 只有夫妻是没有血缘的关系 这点很值得大家去想 你看一个屋子屋顶之内 所有人他都有血缘关系 只有夫妻这两个人 完全没有血缘关系 那不是很奇怪吗 有血缘关系的人还要分开来住 没有血缘反而住在一起 这很奇怪 所以我常常问人家 你怎么敢 那一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 就睡在你旁边 他不会半夜起来拿一把刀子 咚 他不会吗 人家不会因为他是兄弟 人家不会因为他是父子 你们两个算什么 说干就干啊 所以婚姻是很神圣的 你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知道 那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不好好去相处 而且婚姻呢 其实是天注定的 你相不相信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有一个年轻人 他父母就说 你现在也长大了 我们跟你做个媒 跟你介绍个女朋友 那个儿子说不要 我自己找 我才不要你们介绍 那父母就说 好 那你有本事 你自己去找 我们也不操心 结果找了三年 总也跟父母讲 我要带女朋友 来跟你们见面 父母说 来吧 一来 两个老先生老太太 哈哈她笑 笑什么 她说我们要跟你介绍 就是她 你根本就跑不掉 要跑得掉 还有一次 有一个年轻人 碰到一个月孝老人 我们都知道 月孝老人就是安排婚姻的 骑了个马 那个年轻人也骑了马 跟上去 就说你是月孝老人 他说对 他说那我的未来的太太是谁 他说你想知道吗 跟我来 他说两个人亲马 亲马 说那个就是 来跟 一个小女孩 还穿开装裤 他心想我娶她 那么玩的吗 所以他就拿起剑来 大一剑把她射死 他心想你月孝老人 有什么本事 我把她射死了 能怎么样 然后过了十多年 结婚了 那个新娘子 头发 梳到一边来 他就问她 你头发为什么梳到一边来 他说我六岁的时候 不晓哪个短命的 无缘故射我一剑 差一剑把我射死 给你一个八 所以头发只好梳这样 他说 他不敢讲是我射你的 我跟你讲 该是谁 就是谁 他没办法了 你如果有这样的认定的话 你就比较容易谋合 婚姻是需要经营的 夫妇是需要谋合的 这样就好了 你会发现 离婚以后 另外一半再去找一个人 找来找去 跟前面那个人一模一模 因为你怎么看就是喜欢这类型的人 而且我警告各位 离婚会变成习惯 离的一次就容易离第二次 离第二次就离第三次 反正离那么多次 再离一次也无所谓 真的这些事情 你就好好去想一想 你就知道 婚姻其实是很神圣的 不要当作儿戏 出名的英雄固然很好 但是远远不如 无名英雄来的伟大 这点也是让各位好好去想一想 母亲一定要比男人 有更坚强的意志 否则他成不了无名英雄 所以 家庭的平安 大部分是靠母亲 而不是靠父亲 你看父亲是军人 父亲是航海的船员 父亲是飞行员 父亲是很多很多职业 他常年不在家 你怎么办 难道他就不可以生小孩吗 我有一次在飞机上才妙的 有一个男人跟我讲 他一年 只有两个礼拜不在飞机上 其他全在飞机上 你很难想象 他在飞机上睡觉 然后下了飞机 就到 那个航空站 很多那个冠洗师 洗衣洗换个衣服 就去办事 办完又上飞机 然后整天这样子 全球 因为他是业务员 各社各样的人都有 你看船员 一个船出去一两年 回来 这个家靠谁 靠妈妈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都是他 可是他还是把功劳 给他的先生 那这种案例 也请各位 自己去想想 这种坚强的意志力 是一般男人 所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建议大家 如果你有女儿的话 你要特别照顾她 教女儿 要比教儿子 更用心 更严厉 我在日本的时候 我就听到 很多父母跟我讲 他说母亲 能够让你的女儿 恨你 你是最成功的母亲 我刚开始听 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 他说母亲 如果不是很严厉 去教他的女儿 有很多事情 爸爸是不方便教的 爸爸方便教吗 不方便教 你比如说 女儿来到月经 你爸爸怎么教 怎么不好教 妈妈就告诉他 这是我们做女人 最了不起的时候 你看男人 他就出不了 他就没有月经 他功课比你好 他月经比你少 你哪里就生了这么多月经 所以你不要认为 这是羞扯 这是丢人 没有什么丢人 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 然后就告诉他 上天对女人 是很优厚的 女人可以改变三次 男人一次都没有 你看女人月经来的时候 就是她要改变体质的 最好的机会 会做妈妈的人 要在女儿来月经的时候 就去调理她 本来长得不好看了 现在会变漂亮 本来长得虚弱了 现在会比前壮 第二次就是生产之后的 做月子 会把你整个体质改变过来 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女人一生有好几次 可以改变你自己 这是男人没有的 像这些事情 做爸爸的 比较不方便 去跟女儿讲这些事情 妈妈就应该 好好的去教导她 日本人是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 母女之间 应该无所不谈 这才是好妈妈 我后来看到我女儿也是这样 我女儿每天晚上 跟她的女儿 小女儿在一起 两个人谈都没有完的 我去问她 你们谈什么 她说 我养成习惯 让我的女儿 把她今天 从头到尾的事情 都讲给我听 我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 她说 这样我就很放 因为我对她完全了解 从小养成习惯 做女儿的 事无大小 圆圆本本 老老实实 都跟妈妈 去谈 妈妈就可以 随机教她 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样的话 做妈妈的很放心 做女儿的 她就可以学到很好的东西 母亲 跟女儿 充分地沟通 你就会对她 影响很深刻 然后母女就会心连心 我跟你讲 儿子永远不如女儿 那么贴心 将来做寡婚 将来做寡妇的时候 多半是住在女儿家 而不是住在儿子家 你到美国 你到美国去看 美国的房子 家里面 只有 暂母娘住的地方 没有公公住的地方 你去看看 我现在给你选择 哪一天 老了 老半死了 你是选择跟女儿住 还是选择跟儿子住 还是干脆去住老人院 你自己选 大部分人 会选择跟女儿住 我从小就跟我外婆住在一起 我外婆有儿子 怎么没有儿子 她就选择跟我妈妈住 我当时当然不懂道理 但是我长大 我就想 怎么我跟外婆从小就很熟 我们以前做小孩 有那么好过日子的 外婆一到晚上就叫 后来 我就知道 要跟她捶 要捶 难道还有到外面去 叫人按摩吗 没有那种好事 按摩 那她就煮好吃的给你吃 大家好好交换 交换 所以 一个人要从长去记忆 要考虑得长远一点 你就知道 深厚的感情 只有从小培养 等大了以后 各奔东西 各忙各的 很难做得到 女性应该有她特有的 我把它叫做母性美德 什么叫做母性美德 第一个 就是我们一再重复的 问心无愧 你就不必要在乎 别人怎么看 人家说 哎呀 你怎么嫁给这样的人 你看我们有用老公 这两个字 千万千万 不要叫自己的先生老公 什么叫老公 老公就是太贱 他本来还行的 被你叫到最后不行了 你还在叫他老公 那很奇怪的事情 我老公我老公 到时候他就变太贱了 我以前没有听过 说什么我老公我老公 后来又听又多 我赶快去查 什么叫老公 我才发现 原来是太贱 而且是老的太贱 更糟糕 女性应该矜持 不应该骄傲 什么叫矜持 就是说 男孩子如果对你不礼貌 你不应该理他 我看到很多年轻的男女 你们看到 那个男的整个人就趴在女人身上 然后去拍他的头 那这种女孩子还不知道说 这种男人我要你干什么 还不知道躲开 那不是很奇怪 坚持就是我有我女性的尊严 虽然我的体能不如你男的 但是你少欺负我 这样才对 他随便打你一下 摸你一把 你又不在乎 那就完了 我们今天真的很可怕 我有一次听到那个对话 我简直完全不能接受 好几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一起 那些男的就告诉那个女的说 人家端茶给你吃 你不能乱喝 我跟你讲 那女的说怎么样 我口口就喝 我口不口当然不喝 他说不行啊 很多人会在哪里啊 跟你下毒啊 那你昏迷了 然后就前将你 你知道吗 那个女孩子怎么回答 女孩子说那又怎么样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个人还怎么欺账 那又怎么样 完全不把自己当人看 那又根本不要谈什么尊严 这种就叫做自暴自弃 我已经骂过男孩子 我会常常骂女孩子 自暴自弃 这种人受到欺负 没有人会同情她 也不必同情她 这样就对 女性应该有她特殊的警觉性 一看不对劲 赶快离开 一看不对劲 就要找保护 一看不对劲 就要想办法求救 而不是说又怎么样 又怎么样 那就完了 以前我们见面可以拿一个糖给你吃 你就放心就吃 现在谁也不敢 所以现在我们也开始调整自己 你要请人家吃糖 你一定要做到 把一个很完整的糖包拿出来 当众把它撕开 撕完开 第一个 薄的要自己吃 吃过五分钟才开始给人家吃 人家就敢吃 第一个 它是原封的 里面是质量一样的 第二个 你吃了五分钟还没有试 它当然可以吃 不能像以前说 这个糖给你吃 不可以 一个人的行为 要随着时代而进步 不断地调整 你才叫做现代人 现在不可以糊里糊涂 断一杯茶跟家喝 不可以 而且还要当面 叫人家去喝 更不可以 因为谁知道你里面换什么东西 所以现在的女性 你拿了一瓶水 你开过以后 你喝了以后 你就要始终自己拿在手上 你千万不要放在哪里 只要你放在哪里 有心人 有机可乘 他就趁机会 下迷魂药 你喝了 你就活该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保护自己 而不是希望 天天读好运 人不可能天天读好运 这样就对了 我们口口声声讲要现代化现代化 大家一定要记住 环境是在改变 人心是不可测的 知人知面 不知心 人心隔肚皮 你永远不知道 他要动什么歪脑筋 我们不可以骄傲 但是不能随便 一随便就自暴自弃 一骄傲 就孤方自赏 你就交不到朋友 所以罪人要谦虚 要温和 要体谅别人 但是要高度的保护自己 这样就对了 不要随便跟陌生人到陌生的地方 你看现在很多人很奇怪 上网上网 然后两个人谈得很投机 然后就约会 最后告到官里头去 有什么用 我问你有什么用 做好事 不要说出来 这是很重要的修养 你不说出来 你内心就很愉快 你一说出来 痛苦就跟了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修养 我们没有权利说 子女的缺点给别人听 你看很多小孩 最气就是他妈妈 当了客人面 就讲他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我们没有权利 小孩是个个体 他有他的人格 他有他的尊严 你必须要尊重他 现在不是很多做妈妈的 就是当了客人讲 我这个小孩每次考试都不及格 你讲这个干嘛 他会恨你 他认为你在侮辱他 你在糟蹋他 父母没有资格 去讲子女的笑话 给别人听 没有 千万记住 小孩要做什么 父母也没有权利 完全搏斗他的自由 所以很简单 比如说小孩要出去 你就问他 你出去为什么不跟父母讲一声 为什么 像我们从小都要跟父母讲 你可以这样讲 然后他说 我要去玩弹珠 你说不可以 这样就不对 你说你玩弹珠 那你是天天玩 还是一个礼拜玩几次 你的计划是怎么样 然后你说像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要出去读跟爸爸妈妈讲 而且讲好几点钟回来 就一定几点钟回来 爸爸才会放心 他会接受的 你要把你的体验 要传授给他 帮助他走出一条 很愉快的路来 而不是发奋葬气 更不能把小孩当作出气筒 这样就对了 小孩是很懂事的 千万不要认为小孩不懂事 小孩只是他说不出这个道理来 但是他很懂事 他几乎什么都懂 小孩跟大人 只是一个说得清楚 一个说不清楚而已 千万记住 因此呢 我们要慢慢的让小孩 能够帮忙的 就多帮忙 做了好事 不要到处去宣扬 从这些地方 你可以培养出一个 比较更可爱的人格 这才是 家教 这才是母爱 我们以前 都是认为 只要对小孩好就好 现在要进一步 要讲究方法 要有好的态度 而不是说一片好心就好 不是这样子 我们要了解 现在小孩跟以前小孩也不一样 现在小孩接触面也很广 他看来看去也懂了很多东西 但是应该管的 你不能放弃你的责任 我举个例子 你会不会让你的小孩去吃自助餐 会不会 如果会的话 你就很快就管不了你的小孩 为什么 因为小孩坐上椅子以后 他完全有自由 完全可以自主去拿他喜欢吃的东西 他就不需要妈妈了 他就不需要妈妈 他就不听你的话了 所以要带小孩上自助餐 我不反对 你还是要拿他坐在这里 妈妈去拿给你吃 你不要让他自己去拿 一个小孩他要有什么需要 他一定要通过妈妈才能满足的时候 他就会听妈妈的话 如果他自己就可以满足自己 根本不需要通过妈妈的时候 他还是不甩你的 千万记住这一点 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 小孩说我要吃什么 妈妈告诉他 今天你不要吃这个东西 什么原因 因为这里做的不少 你看妈妈都没有吃 你后比吃 吃了万一拿肚子怎么办 这是一种理由 或者告诉他 你这个礼拜已经吃了三次了 同样的食物 老是吃 不好 营养要均衡一点 所以你改吃什么 这样才对 没有啊 现在都是带着小孩去 你喜欢吃什么 你去弄弄弄 你去捡碗了 我必须要说明 小孩的偏食是妈妈造成的 不是小孩天生就会偏食 我就亲眼看到很多妈妈嘛 一坐下就问小孩 你喜欢吃什么 你就暗示小孩 你可以喜欢 可以不喜欢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自己做决定 那还得了 小孩根本没有选择能力 我们家没有 我现在不挑食 就是因为我们从小 妈妈没有问过我们 你喜欢吃吗 从来没有问过 我妈妈夹什么 你就吃什么 那我们还有什么好挑的 所以我现在恍而没有苦恼 因为我什么都可以吃 如果我妈妈当时问我 你喜欢吃什么 我就受到暗示 我可以不喜欢吃什么 那我就开始有偏食 然后妈妈知道 小孩喜欢吃什么 她就专门做小孩喜欢吃的 给她吃 那就更偏食 所以任何事情 你就要把她的来龙气脉 搞得很清楚 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你应该怎么去改善 这就叫做方法 我们要教育主女 不是说我对你好 我有爱心就够了 不是 要有正确的方向 要有有效的方法 要有合理的态度 这叫做现代人 这些事情 最好的办法就是由父母自己做给他看 而不是整天讲给他听 这句很重要 我们再重复一遍 深叫送以年教 自己做给小孩看 远比不断的跟他教训 一遍一遍 要有效的多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们要三代同谈其实很容易 就是有星期天 带着小孩回家看看父母 他就养成习惯了 他长大一照样做了 你没有 父母打电话来 你也不理他 父母生病 你也不去看他 小孩都很清楚 然后他就准备长大以后 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你 你就糟糕了 我们从小就做给他看 他耳濡目染 他慢慢就懂得该怎么做就好了 女儿就是未来的妈妈 所以你一定要特别的教导他 假定我们的母亲一代比一代强 我们的家庭就一代比一代更有希望 我们的国家才会逐渐的往上走 否则的话 只要子女不行 我们的前途就非常担心 我想这种年代关系 大家一想就通了 学校的老师 他是不能分男女的 因为实在讲老师是忙不过来 他要照顾那么多人 他再分男女 他会辛苦的 我们在家里不是众男亲女 也不是众女亲男 而是给他不同的教养 适应他将来的需求 这样就对了 好 我们这一节就说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